明白嗎?拉進去 是拉進去 向上拉進去 拉進去 多遠都是 拉進去 永遠是打算拉進去的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我們今天就拍攝這個投籃系列的教學片 有兩個點是很多網友不明白 亦有很多人問我的 一 什麼是拉腕 我看過一個靈天庫射手的影片 他會講到一個叫脫邊效應 亦都是Curvy正在射球的力量很神秘 其實我都建議大家看一看那個理論 就是我們並不是使用肌肉 我們使用一個很有彈性的肌肉 我簡單點說 我是使用筋膜的 我的理論就是 只要你筋膜的力量是會傳遞的 即是你如果使用筋膜發力的話 腳腕筋膜所發出的力量就會傳遞 而上一次步法練習我們也有講過一次 我們要控制的是我們的筋膜 不要想著控制肌肉 如果你控制肌肉的話 你就會變成肌肉的法力感覺比筋膜更加強 大家試想一下 你舉手 你是會控制你的肩膀肌肉向上舉 還是你很簡單一舉舉手 神經控制你的才是控制你的筋膜 明白嗎 你可以控制你的肌肉舉手 但是你要想一下 沒有那麼快的 筋膜的力量和意識都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要控制筋膜 而靈天腐射手裡面說的凹邊效應 就是用筋膜所創造的 怎樣令到筋膜產生強烈的旋轉 這個就是拉環 我們為什麼要有這麼強烈的下旋呢 記住強烈的下旋有一樣東西 跟我們平時射球不同 因為如果我們平時射球的話 尤其是2Motion 雙動頭腩以前 我們射向寬 我們射球的時候 會是一條彩虹來的 Rainbow 以前經常說我們是一條Rainbow 當你比賽的時候 那個旋轉因為不夠強 向下的力量不足 我們入籃是其實向下入的 那個球是向下入的 所以如果你向上射一個Rainbow的話 其實在比賽裡面 短距離是穩定的 長距離三分過後 沒有那麼穩定的 因為那個球會飄 不夠力量 而用筋膜的力量的話 拉環就會產生激烈的旋轉 你會見到那個球 無論拋物線 拋物線未必很高的 無論拋物線旋轉 和那個力量方向和剛剛有不同的 剛剛我們是Rainbow 去到後期 那個球跌下來的時候 某程度上是飄的 我們要做到一件事就是 我們是向下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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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向下拉下去 這個球跌要拉下去 這個球跌的動作 就不是Rainbow 會比較像是什麼呢 我形容是過山車 過山車上去 然後就拉下去 所以我們整個頭籃 都會變成 向下頭籃 在頭籃課程也有說過 會變成向下頭籃 我們是頭一條向下的直線 這個第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會有拉碗 那我怎樣才知道自己有沒有 有沒有拉到碗 你四個球給我 對了 那個球下來 是不是均速 你有沒有覺得整個動作 都很均速 對不對 你記住 如果你拉到碗的話 後期快一點 是呀 會是呀 只不過你現在 都未夠 所以那個球 並不是這樣往上跌下來 就是不像過山車 其實如果它拉到碗的話 拋物線是直一點 是不是 你會向上 直跌下來 它會衝下來 有種衝下來的感覺 會令你在比賽的時候 射球更穩定 為什麼一定是比賽呢 比賽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描覽 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調整 我們要用手碗強烈的旋轉 去穩定你的手感 穩定你的拋物線 所以為什麼 Curry射球可以快到這樣 的原因就是這樣 你會見到它不是定碗的 它是彈光的 那個碗好像這樣的 甚至有人以前 我們那個年代的人 射球為了要學習這個 油韻性 它會是這樣的 以前 有的 會有這麼有趣的情況 出現的 但是你見Curry很自然 它不用裝 因為 它不是向前射 向下拉它下去 你整個意識都是拉它下去 你整個意識都是拉它下去 對啦 就是這樣的感覺 拉它下去 甚至有種感覺是什麼呢 就是善態 我形容這個動作一個善態 我形容這個動作一個善態 首先第一個練習 你怎樣練自己的拉碗呢 就是 這裡記住 我用盡我的手碗力 OK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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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做到這件事 用盡你的手碗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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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試過這麼用力去射球 手碗 沒有 所以你永遠 之前的射球 為什麼不穩定 就是這樣 對 我們先用盡我們的手碗力 去控制球 再來 試一下 對 拉 對 已經用不盡了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就是 你用不盡你的碗 還沒用盡 是嗎 對 你鬆了 是不是 你這一下的球 是不是向前 你用盡 他是不是反而回來 明白 我們就是要創造這個 後段的向下力量 後段 好 我們開始一個拉碗的練習 我們之前說過一次 其實手碗練習 那個頭籃手碗練習 已經說過一次 你可以對場拉碗 今天我們直接拉碗 去射球 幾月才站定 有網友都會問過 我是不是一定要用這裏去控球 我自己一定會用這裏去控球 因為我手指不長 手也小 這個也是大部分 亞洲球員的體型都是這樣 手不會特別大的 但如果你的手是真的特別大 手指也比較長的話 你是可以用到手指的筋膜去做這一部分 都可以的 不是強迫性 而且一定在這裏 一定要找一個適合你自己的方法 我不一定對的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個方法適合你的 你就用這個方法令它更穩定 因為我就是用這個方法令我自己的頭籃很穩定 第一件事 左手 不要妨礙右手頭籃 不要拿到前面 很多人都會拿到這裏 不知為何 我們只要在球的最左邊用左手 盡量四隻手指 不用太多 這隻手指 你比賽的時候 當然可以用它 但這隻手指有機會 會發指力推走了 所以在你練習拉碗的時候 盡量用四隻手指 這個球要放在核心位置 左手盡量伸直一點 輔助手伸直一點 然後我們向上望 重點記住 向上向下射 什麼叫向上向下射 就是你是向上的 整個動作 空下巴都是向上 但是你射球的時候 是拉向下的 我們所以叫向上向下射 身體向上 球向下入 明白嗎 用盡力的手腕 拉進去 如果你發覺球撞了後框 有機會就是你拉碗的力量不夠 你就要再拉勁一點 明白嗎 記住 拉碗的時候 它已經令你整個手腕伸直了 重點記住 用筋膜拉進去 拉進去 不要收力 不用怕炒 如果炒 你就慢慢調整 這球中後框 後框就代表什麼 你向上的力量太強 向下的力量不夠強 所以我們要加強 拉它下去 可以嗎 拉 推 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拉它下去 就是初期你練習完推 現在要拉 我們再加強腕力 記不記得腕力怎樣訓練 在瑜伽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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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阿豪你試一下 好 來試一下阿豪 停 左手手指弓不要放進去 對 拉 對 再來 對 好停 阿豪有什麼問題呢 你看到嗎 你的球在這裡停了一下 阿豪你剛剛在這裡停了一下 不要停的 這一下 不可以有這個意識 記住 這裡開始我已經想著向下拉 你意識已經錯了 因為你來到這裡想著手腕法力 你來到這裡看框 你肯定會射到六個框 我們是什麼 拉 由頭到尾拉下去 試一下 到你 對了 再強一點 不夠強 放鬆 對了 但是這球呢 手指法力為主 對了 肥肥都有不同 有啊 是嗎 覺不覺得這個球有向下的力量 一下下了 對 再來 Good 是不是很舒服 你會見到很強烈的旋轉之下 拋物線是穩定一點的 這一下不行了 為什麼 我的掌骨托得很好 停 你記得低一點點 在核心位置起動 Go 對了 Good 歪了 歪了 不要緊 拉它下去 Good 你感覺到你可以調整嗎 歪了的時候 是不是 因為你的意識已經不同了 以前我們是射向上 跌下來入 是不是 第二階段 是向下 你一定要有向下的想法 明白嗎 我們向下入球 不是射向那個框 跌入那個框 是的 我們要主動地創造一個向下的力量 再來 壓 Good 對了 向後框 代表什麼呢 拉的力不夠 或者是可能是你向的角度會不夠 角度就是向前 就是那個陣向前 對 重心是會前 你應該是向上 你看看 Curry那些頭籃 是頭押得很高 就是這樣 我們是拉進去 明白嗎 這個左右歪了 明白嗎 是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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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 拉進去 拉進去 多遠都是 拉進去 永遠是想著拉進去 可能你就要再上一點 拉 Good 這個不夠 這個很明顯 那個碗不夠力 拉的力量不夠 因為去到後期的力量不足夠 後期跌下來 沒有一個很穩定的力量 這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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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是不是發覺 你都要用這裏 是呀 一定要 如果常常會下手指 因為我們手都真的不是大 但有人真的手會很大 很大未必適合這個 明白嗎 再來試試 壓 是呀 Good 其實大家看到 今天風都很大一下 但是呢 如果呢 如果呢 你有下壓的力量 是會穩定很多 是嗎 平時呢 會吹歪了 是呀 是不是不同了 整個動作 那你會明白一件事 為何Curry的頭籃呢 你是看不到他出手的動作 就是因為 他這裏開始 我就打算拉 這個就是真正的單動頭 我這裏已經打算拉向下 對了 所以呢 那個動作呢 就會很小 這個 就是拉腕 記住 練習 用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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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用盡 回來 行不行 用盡 回來 哇 很浪費 是呀 記住 無論多遠都好 用核心下壓的力量 和筋膜 拉進去 OK 好 好 跟別人